画面中正在击打沙袋的人全权有力 很难相信他今年已经68岁 他是香港著名的永春泉一代宗师夜问的徒孙梁廷 梁廷13岁开始学习永春泉 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 像这个就是一套 这个不是一套 这个只是第一节 左手那边而已 其实真正就是我们的永春 要116岁 116岁 我们可以 不叫叫是岁 怎么叫一岁呢 想一下是一岁 譬如一那叫一岁 一那二那就两岁 就是这样子 身为香港著名的武术大师 梁廷最为人所知的 是他在永春泉的推广和教学上所做出的努力 1970年 由他创办的国际永春总会 如今已经发展到64个国家 拥有4000多家物馆 在他的影响下 全世界有近百万人学习永春泉 永春泉 我们不光是一部冲 而且还打他 永春泉这些步伐 在全法在一起 同一个世界的进攻 所以这也是我在世界国 叫很多的空小大冠军 台前大冠军 老外家要学这一套 梁廷的拳法一击致命 这也正是永春泉的魅力所在 由于这种拳法 在实战中的实用价值 除了普通人会到他的武馆学习 意大利 埃及 印度等 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特种部队 也都专门邀请梁廷 担任教官 传授搏击技巧 如今由梁廷创办的武馆 遍布世界各地 它让很多外国人爱上了中国武术 那么梁廷是如何与永春结缘的呢 我年轻时很顽皮 那时一天给人家欺负 一天到晚给人家欺负 结果有一次 给人家打得很惨 这次打得全身都吓了 我有个求求系 永春跟我的妈妈讲 他说瓶仔 瓶仔小瓶 瓶仔啊 你再不要他学功夫啊 早晚就给人家打死了 这个我妈妈就秘密 给我 给钱我去学功夫 1960年 13岁的梁廷开始习武 想不到武术改变了他丸利的性格 从此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武馆里 每天对着沙袋和牧人庄练习 从练永春拳开始 梁廷就爱上了这门武术 可是当他18岁考上香港的晋惠大学 走进校园时 却发现了一个让他十分不解的现象 你读的时候 因为看不过那个日本空手道 全到大学里面去 为什么人家空手道可以全到大学里面去 为什么中国功夫 就没有 中国小学都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很可怜啊 对不对 我尤其我就向他们申请 喂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永春拳的表演啊 结果他们就要我表演了 一表演了 很多很多同学啊 在香港的大学里教武术 梁廷开创了仙河 当时他还不到20岁 也正是从那时起 他开始了永春拳的教学生涯 1969年11月 梁廷主持举办了一场 香港大学生之间的永春大赛 参赛选手都是他的学生 这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一时间报纸电视纷纷报道 这次大赛让梁廷一夜成名 我们下期见 如果有点兴趣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